台灣大學的 讓你們參考 哇!我們新年壽大的主任 感謝 我想 沒想到大家對 獨立設定 甚至夢想的店 這麼的有興趣 或者是想要申請客委會 的夢想計畫 不管 或者你想要對黑潮 海洋文教基金會 或者當一個解說員 有興趣 今天的話題 鼓手不包 我本來是想說應該書店 來五個人要聽 然後想要了解黑潮海洋的來五個 這樣加起來十個就夠了 那 這個 今天的講師啊 也算是臨時被拗來的 就某一天啊 我也很忙的時刻 看見有兩個小女孩 大女孩在這邊看書 中頭 好可以看久 我就在問我們年輕人 兩班 你們這兩位有家裡嗎 不是 沒有說什麼是家裡 我意思是說 這兩位 你要把它挖腳來 做義工 那 這個後來才知道 哇 它對獨立書店超有興趣 只是 這個 來洪雅是 晚來的一步這樣 那麼 這個 長期以來 它在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服務 那也 後來當義工 然後聽說 那個 黑潮的電子報也在編 那麼 也從來 不太會再想到 跟西班部會有很深的關係 因為想說都在黑潮了 沒想到 欸 現在回到了台南 那也因為這樣的原因 你真的想說 要叫他一禮拜來當一天義工 好像有一點苛責 不然乾脆讓他來提升到講師的位置這樣 所以就今天有這間 讓他來這裡騙著騙著這樣 希望會成功 那 我想 也 做一點分享 就是 這幾年來 我比較少有機會 認真重新來思考 作為一間 一個有個性的 一個有夢想的基地 到底是什麼啊 過去 多數的人 對每一間書店 他們都有各自的定位 對洪雅書房 大概都知道 他一直 老闆不務正業 四處亂跑 現在義工就有蠻多位 今天好像看起來是義工的培訓員 好 那 這個洪雅書房 好像就在 只會做社運 在抗爭 到底是怎樣 那來到書店一定要這麼窮嗎 或者書店一定要這樣嗎 老實講 我也可以 一本一本書的慢慢介紹 我怎麼選書 我怎麼安排 為什麼旅遊的書放在門口 而其他的書 抖在這邊 然後怎麼挑選音樂 我也號稱 在台灣目前 所有獨立書店裡面 我應該是音樂 可以賣的 不是自己收藏的 可以賣的音樂 的部分 我覺得我已經收集的 算蠻屌的 那 這個部分是 反正自己看都很爽 但是如果在結帳的時候 結果就很不好 不過還好 聽說這邊已經是我的資產 所以賣一塊 算賺錢一塊 那書籍當然也是 有很多我們書店 比較不為人質的故事 像 其實在 南台灣開獨立書店 是有一點悲慘 為什麼 因為這個 我們相應的要禁書 要退書 就很難 那這個其實 又是我們另外一種 業務上的關係 那 但是呢 這個書店最不錯的是 可以選自己 所愛的書 來分享 來推薦 只是最無奈的是 常常今天 推薦的很不錯 只是因為 愛與資本 我們進了一兩本 想要改天 再好好再繼續 結果絕版 所以這個是我們最困擾 有很多錯 尤其那頭前後 有一幅漫畫 每次都要介紹 結果 那個漫畫跟我們在販賣的 運作理路不一樣 他們覺得已經 每個點都有鋪到了之後 他們就 不一定要再版 因為每次再版 就是要庫存很多量 一本書如果庫存五百本 他一套漫畫有時候有二十幾集 八十幾集 整個層漫畫都會放漫畫 所以他們就會很考慮這樣 好 所以這個是 我們其他的 用這樣來 引演 好像都變成我在演講 好 接下來 我們正式來聽鳳亮 聽說他講話很大聲 所以我沒有用麥克風 也沒有用其他東西 那 這個 他來自台南 現在是台南 他其實是客家的 然後 他的客家不太遲到 只是到我拗成功的 那 這個 現在 我們就請他來分辨 我想他真正去過香港 去到美國 真正寫過這個 真好 真美麥的價位 他也做了一個成果爆發 還蠻不錯 只是我稍微看一下而已 沒瞄到 你只看到後面吧 對 好 不要胡說 好吧 這個 現在有一個張聲 來邀請 那個 鳳亮 謝謝 謝謝